KTVY爆發激烈衝突 快達警力迅速壓制 現場從叫嚣聲變成警笛聲 這樣的場面不定時上演 倒霉到附近居民 簡直是大家的眼中釘 盤點國人最討厭的十大行物設施 隨著交通便利 最不喜歡高架橋 軌道 還有電塔 加油站瓦斯航 機場和焚化爐 當然聲色場所也不好 宮廟噪音不斷 市場帶來雜亂 福地影響運勢 公家機關上榜 總統府 立法院 城抗影響交通 不過也有兩個設施在一起 碰撞出不同火花 今年1月新的盧州分局 聽攝搬到KTV正隔壁 有種究竟看管的感覺 本來居民頭痛的治安問題 似乎也迎刃而解 在新電警分局為例 原址重建 都更前就知道會在一樓 樓上又不少行政機關 民眾覺得方便就買附近 覺得警車會吵就避開 各地都在新建這種輕軌 那未來的話 也有可能你家的附近 會有這種輕軌的軌道通過 但是這樣子的一個規劃 並不是我們可以預期的 政府機關 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 以長期觀察 如果區域未來還有潛力 或是有閒置空地 就得仔細評估 短期來看的話 也能看住家周邊 土地使用分區 加上夜種分類 就能避免聲色場所出現 那一般如果土地使用分區 是純住的話 應該不用太擔心 附近突然有一些 比較特殊的這種行業 或者是商家 透過一些官方上面的資料 去查詢 這樣的夜種 在這邊設置 是不是合法 買房調地點 我們沒講 俗話說 千金買屋 無價買零 誰都不想遇到惡靈聚 靜心文教授 要更好賣賞我囉